男人躺在坑里 半截身子被水泥死封住 双手被绳子牢牢捆住 动弹不得 他大喊救命 却无济于事 旁边一台搅拌机中轰隆隆运转着 里面是如德夫般丝滑的水泥 一对母女自顾自的搬运的水泥 是什么丑什么任让母女两痛下杀手 阿豪是香港的一名实习警察 今天上班第一天 跟着师傅老中职夜班 两人在周扑支的正乡 突然总部下达命令 先华大厦七楼闭市 发生一起家庭纠纷案 让他们协同跟进一下 新入职的阿豪干劲十足 起身便要出发 但作为老油条的老中 要他不要着急 周才刚刚上来 吃完再走 看到迫不及待的阿豪 老中让他去看看发生什么事 自己吃完就来 可阿豪迟疑了 表示自己是实习警察 不能单独出警 不符合规矩 老中却表示 非常相信你的能力 去吧 小伙子 一试 阿豪便屁颠屁颠的就去了 物理和生理双重一一上的去了 阿豪根据报警地址 穿过昏暗阴森的巷子 来到鲜华大厦楼底 这是一栋老旧的居民楼 楼上星星点点 亮着几盏昏黄的灯 看上去年代感十足 阿豪静置上了楼 楼内环境幽暗 气氛诡异 周围静得可怕 一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遇到 来到七楼闭市 他按响门铃 开门的是一个头发凌乱的女孩 女孩面容憔悴 声称自己并没有报警 家里也没有纠纷 但阿豪赶紧离开 突然屋内传来卡丝卡丝的意向 女孩的神情也变得不自然 阿豪一下子警觉起来 证实 老钟打来电话询问情况 当得知世报假警时 让阿豪例行公事进门检查一下 以防万一 并表示自己马上的 放下电话 阿豪就要推门而入 谁知女孩百般阻拦 堵在门口说什么也不让她进 这是屋内传来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让女孩把门打开 放她进来 女孩很无奈 只能乖乖听话 阿豪走进屋内 发现刚刚说话的是一个老太婆 她头发凌乱 大半夜的踩着缝纫机 对于阿豪的问候 老太婆毫无反应 见她没有回应 阿豪俯下身子凑上前去 询问她情况 她缓缓转过头来 下一毛 女孩顺势从后面给她来了一针 阿豪捂着脖子 靠在墙边 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却浑身无力 怎么也站不稳 随着要效发作 她的视线逐渐模糊 男人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即将被水泥活埋 旁边一台搅拌机 在不停地转动 她拼命挣扎 却毫无办法 一对母女正在一旁忙活着 对于阿豪的呼喊置之不理 阿豪见状 但你两个好大鹿 我忘记来紧的 放开我 然而对于阿豪的恐吓 母女两显然不知这套 抬起搅拌好的水泥就往坑里道 巧克力般丝滑的水泥倾泻而出 伴随着阿豪的哀嚎声 很快 水泥便盖到了她的脖子 她的呼吸逐渐变得困难 呼救声不断传来 一旁的母女无动于衷 面无表情地将水泥抹平压实 见母女两来真的 阿豪慌了 意改之前的强硬态度 连连向他们求饶 阿豪表示只要放过自己 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老太婆依旧没有回忆 转身又将水泥搅拌机发动 这轰隆隆的声响 就像是阿豪的催命符一样 阿豪这才明白 女孩刚开始为何要极力阻拦自己进屋 可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老太婆冲过来扼住她的头 给她两个死法 让她选择 第一种 让她屏住呼吸 然后直接到水泥盖住她的头 等她憋不住 大口呼吸 就能感受到水泥涌入五脏六腑 然后慢慢凝固封死 这个过程很快 只要半分钟 第二种 给她一根水管 让她含住 等水泥盖住她的全身 就可以靠管子呼吸 这样她就能多活几天 感受水泥一层一层灼烧皮肤的感觉 慢慢感受恐惧 然后等待死亡的到来 如果是你 你会选哪种 绝望的阿豪选择了第二种 因为这样 起码能撑到同事赶到 把她救出去 这是她唯一的幻想 此后 老太婆推着搅拌机 毫不留情地将水泥倾倒而出 阿豪的头瞬间被水泥盖住 与此同时 他的同事老钟 终于顺着导航迷了路 证实 从一栋废楼当中 走出来一个人 老钟立马上前询问 新华大厦七楼必是在哪 刚刚接到报警电话 这里发生了家庭纠纷案 男人一脸疑惑地表示 你有没有搞错啊 阿嫂 大晚上拿我开心 原来他就是新华大厦的管理员 身后的这栋楼就是新华大厦 但是已经荒废了六七年了 下个月就要拆迁了 根本没有人住 更不可能会有人报警 老钟察觉是出蹊跷 让管理员带路 上楼看看 果然如管理员所说 楼内空五亿人 连一点灯光都没有 然而更诡异的还在后面 等他们来到七楼闭市 发现里面破败不堪 根本就没有人的痕迹 那么阿豪又在哪 老钟赶紧掏出手机 拨打阿豪的电话 电话铃声竟然从屋内响起 两人俯下身去 听到声音从地板下传来 老钟直接被吓得 瘫坐在地上 冷汗直冒 铃声一直在脑海里回道 憧憬这么多年 他从未见过这么邪门的事 警察凿开水泥 里面赫然出现一具白骨 再砸到墙壁 还有一具尸体 经过法医鉴定 两具尸体已经死亡20年左右 头骨后侧都有明显的伤痕 因此推测 两人生前是在头部被重击之后 再被人用水泥封在墙内 经过调查 警方推测死者为20年前 租住在新华大厦7楼B市的母女俩 当年母女俩神秘失踪的案子 至今都是悬案 没想到这次因查阳错 找到两人尸骨 而这个案子的重大嫌疑人 就是女儿的男朋友 她当时在工地负责水泥工程 而且有犯罪前科 欠下许多高利贷 为了夺财 她有动机残害母女俩 然后也有条件用水泥买尸 然而由于当时没有找到母女俩的尸骨 证据不足 最终无法给她定罪 而她也在母女俩失踪 后半年的一起交通事故中身亡 如今的重点就是 找到此次在新华大厦7楼 B市失踪的同事阿豪 当对比阿豪和女儿男友的照片时 他们惊奇地发现 二人长得竟然极其相似 不能说一模一样 也算是相差无几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警长脑子里产生 因为阿豪与女儿男友长得太像 于是母女俩的冤魂将她杀死 又或者 阿豪就是女儿男友的投胎转世 这一世就是替上一世犯下的罪恶买单的 而此时的阿豪已经被母女俩 怎么也找不到她的踪迹 另一边和阿豪一同出警的老钟 因为这件事 内心充满了对阿豪的愧疚 主动辞职 如今多年过去了 她已经神志不清 流浪在街头 不停地贴着阿豪的寻人启事 靠此来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 突然她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 就是当年阿豪的手机铃声 她猛地回头 发现一个和阿豪一模一样的人 她大声呼喊阿豪的名字 对方却毫无反应 坐上出租车里去 当初租车从她眼前驶过 她发现那对母女坐在后座上 露出诡异的微笑 不禁让人挤背发凉 老钟终于明白了 女儿男友就是阿豪的前世 母女俩惨死之后 怨念一直没有消散 于是一直跟着阿豪 将她活活埋进了水泥 让她也感受一下母女俩当时的恐惧 而刚刚那个人就是阿豪的转世 母女俩依旧缠着她 阿豪前世所犯下的罪 母女俩要用她的生生世世来偿还 阿豪 阿豪